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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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大家好 大家好 哇 今天一整个 这个阵仗有一种就是突然间是一个爱豆的感觉 天哪 你本来都是爱豆啊 不不不 我只是一个喜欢表演的艺术家 你是一个影视期 然后有在多功能的 多媒体的一个艺人 全方位的一个动作 因为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 因为去年没有生日会 所以今年有生日会 在现场看到大家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感觉好久没见了 就是以上 还是不是想死你们了 真的是 就一个非常隆重的概念 对 小浣熊跟你一样嗓门也是都蛮大的 我感觉 真的是 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对 我们其实还有线上的小浣熊在看直播 嗨各位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 是的 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就一直有在等到 紫棋有一个线下的这样跟粉丝的一个大聚会 然后很想看她的现场表演对不对 对就整个今天一个硬撕棚是吗 你硬撕不 我不硬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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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会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同时也会有很多线上线下的互动环节 那各位正在看直播的小浣熊们 各位粉丝朋友们 记得要通过我们的弹幕提出一些对于紫棋的问题 然后我们待会抽选大家来回答 那话不多说 事不宜迟 接下来第一首歌马上就要上线了 有在兴奋 有在紧张的一个动作 紧张 好久没这样唱歌了 你知道吗 我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说找我做你生日会的主持人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有需要主持人吗 就是好像也不是太需要 因为前段时间的主持首秀都有看吧 对对对 一个主持首秀的概念 整个大爵爵子 所以其实今天是一个 连妹主持自己生日会的一个感觉 是的 就组织一个来自于熊子棋的 Birthday Party的一个概念 没错了 杨棋得来非常的杨棋 对对对 刷吉速瓜罗 纠言纠语这个5G冲浪选手 好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也是 今年刚发的 一个非常棒的作品 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 对不对 是的 是 势不可挡 对对对 有在期待吗 有 有在紧张一个状态 就怕自己唱不上去 你就跟那个 发说的版本不一样 少在那里唱不上去 如果唱不上去 就这样 一个大家都会唱的概念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熊子棋 带来 势不可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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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曲解的定义 我看到你的渴望 对偏见的反抗 义无反顾的冲向洒汤荡 撕掉表情和伪装 打破他们想象 不灭的火焦 make a like a star 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 光芒是不可挡 拥有你自己最善良的光 我喜欢看你掌头全掌 像分点燃气盏 漂亮的离群显红的纯装 做自信的你更加 你从来不会退缩 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 光芒是不可挡 制作你自己最善良的光 一整个在考试 各位评审你们好 就算总被说成是星际旅 或是下白天 你可以一脚踢开这不公平的表现 我看到你的游戏 我看到你的渴望 对偏见的反抗 你从来不会退缩 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 光芒是不可挡 制作你自己最善良的光 这是一个尖奏的概念 我这歌曲中穿插一个小品 没人能阻挡你的阵法 光芒是不可挡 制作你自己最善良的光 我喜欢看你伤口全场 像分点人气场 漂亮的黎君 鲜红的纯装 做自信的你更加 Stronger Stronger 从来不会均作 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 光芒是不可挡 制作你自己最善良的光 地上来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洒水的动作 因为是一个很热的现场 我觉得其实子琪选这首歌 我觉得对于现场的很多女孩子们来说 也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整个以为我要被扇巴掌 没有 就是 因为这首歌其实传达的是Z世代女性那种 Z是哪一个世代啊 就是那个你的那个宣传上写的一个字 Z世代 Z世代 这种girl power的态度 girl power是什么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直播可能四小时也做不完 如果每个问题都要这样接的话 抓紧时间Q流程是吗 对我要Q流程 因为我有个毛病 就是别人问我我一定要答 你知道吗 好了接下来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就是那种脱口秀现场的概念吗 我们是一个讲相声的概念 对对对唱歌只是一个小品 小小的品尝一下 刚才子琪表演棒棒 整个有在棒 后面还有三首要棒 知道吗 非常厉害 那我们就先小小的欢乐一下 进行一个游戏环节好不好 好 好 一整个很兴奋 那待会儿呢 我们就会来抽选三位粉丝 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 你知道这一整个全是一个死亡角度的概念吗 就应该你们在上面 然后我在下面 这样对吧 看着就是比较好看 关键是我这样裙子把蹲也蹲不下来 好在我们这个酷狗直播这个话筒够大 挡得住这个双下巴 你知道吧 这可能是雅雅女士亲自为我设计的 因为她有同样的困扰 雅雅自己试了一下 来我们好抓紧时间Q流程 来我们来抽三个粉丝 来抽一下 因为大家入场圈背后都有数字对吗 对 然后我们待会儿抽的就是大家入场圈 对 后面对应的那个数字 这是一个清零球的概念 这是几啊 98还是86啊 应该是98 因为8上面那圈不得小一点吗 98 98在吗 然后说现场一共23个人哪有98 哦是86啊对不起 86 86 46 86 46 对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46 70 70 一整个在开那个开奖的感觉 是 是 而且关键 有一种艺人中奖全家开心 旁边的人比他还开心 哦 艺人中奖了 哪个艺人 来 来吧 我们三位幸运的粉丝上台 我们进行一个游戏环节 你们上来了 我再告诉你们玩什么 好不好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 稍微的引导一下 从这里上台 然后这几位朋友说 花钱过来的时候 没有这一趴呀 加钱 加钱 加钱的一个概念 一整个加钱的概念 来吧来吧 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待会儿 我们会进行的一个游戏环节 是一个忙得不得了的 我给他起了一个别的名字 叫做铁人四象 来请上台 不要羞涩 不要害羞 一整个 奇妙六十秒的一个游戏环节 待会儿我们会让这三位粉丝 和紫棋 来啊来啊 一起来完成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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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整个不要害臊 一整个 刚刚 在下面谈价钱 看看那时候 我现在上台要加五十 做游戏加一百 有被笑到刚才 一整个被笑到 当真了 商量啥呢 来吧 来吧 来 还是你们是SHE的一个概念 就是 来掌声 掌声欢迎 来来来来 欢迎你 来站到这里来 来 来 站在哥哥身边 来往前站 你知道站在后面没有光 会非常难看 那这样子琪来这里吧 因为有一个机位要对着你 一个机位 然后我们往那边走一走 OK 来 好的 好的 那我接下来要讲这个极其复杂的铁人四项的游戏 叫奇妙的六十秒 也非常考验紫棋和小浣熊的默契了我觉得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一个环节里呢 一整个套了有四个游戏 而任务一呢就是要猜拳 第一位要猜拳赢过下一家 然后第二位呢就要在一米外套圈 套中这个我们酷狗的周边 然后任务三呢是连续颠乒乓球舞下 任务四呢需要背诵一段词 是吧 就你们一整个大繁琐 真的很繁琐 这游戏玩得比数学课还困 来 听懂了 来 来 来 给我音乐 你分配工作 我分配工作 我怎么分配工作 分配什么工作 就是这四个任务当中 你做哪一个 然后他们分配要做哪一个 我比较好奇那个套圈的 你想做套圈对不对 对 那剩下的三个任务 你们来任务 任务一谁来任领 任务一是猜拳 猜拳谁来任领 猜拳决定谁来猜拳 好 然后任务二是紫棋的套圈 任务三是乒乓球谁颠 颠乒乓球的动作谁来 要不你们猜拳决定吧好不 好 定好了吗 套圈 他 哎 跟哥哥抢任务 哥哥说要套圈 没关系没关系 你套也可以 你套 也可以啦 也可以 那我来编这个乒乓球 可以吗 好的 太棒了吧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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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被宠爱到的感觉 哈哈哈哈 好 好 咱你颠乒乓球了 OK啊 那剩下那一位就贝慈好不好 贝慈 对 那我们各自认领一下自己的道具 那第一个没有道具啊猜拳有手就行 然后第二个是套圈圈 第三个是颠乒乓球 第四个是这就是你的背诵内容 现在要赶紧开始背诵了 好 整个大背诵 好 然后我们按照顺序站吧 第一位猜拳的站到这里来 然后我是 你是第三个 我是男三号 你是第二号 你是第四号 你是第四号 哎 要去哪里啊 你在我的左边 这位朋友 要去哪里 好好好 对对对 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铁人四项呢 因为真的很考验大家 如果说有一个人错了的话 就要从头开始挑战 你要猜赢他 然后他进行套圈 你颠乒乓球 颠多好下啊 五下 五下就可以 如果跌了四下就要重来 对 轿车 走了 轿车 轿车 一个大叫taxi 好 那 如果做好准备的话呢 我们差不多就要开始了 好不好 所以他这么短时间 要背这么一大堆的话 对呀 天呐 米扬 我今天我的脸和脖子 不是一个颜色 哦不对 是这个光的问题 脖子有阴影 好 米扬 如果做好准备的话 我们开始游戏 我们开始游戏环节 从第一位猜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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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直到你要过 好 赢了 你来套拳 从这开始套 这可以颠到后天 背词吧 背词吧 背词 背词 印象 哭着笑 昔 你在这边 哭着笑 翻词 换觉痛会减少 哪怕演技很差 呃 只有 呃 只有 哎呀 错了一点是 若演技很糟 哪怕就一秒 我能知道你一样煎熬 不好意思我们要重来了 他整个有一个咎语的概念 大家开玩笑 开玩笑 有一些严重了 这在整个在暴露 天天上网 刹急速刮罗 来 刹急速刮 来 我们急速的开始一下 套圈 重来 稍急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他本身上面有一个圈 所以多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 比较难套 你确实是 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 这样 整个心在悬着 你们俩能不能商量好一个 天哪 我们是一个阶段 自己说可能要大下班了 你不用套 你就拿着放下去 是 来 我来 我来帮你捡 来 你们继续 你们俩真的很爱摆头 都不服输 这样这几个里面有一个重就可以过好不好 你把他击倒了 你把这个尾巴给他立起来 来 加油 耶 好棒 来 电球 好 对不起 好了 好的 可以了 背线 哭着笑 雪里扬起嘴角 哭着笑 幻觉痛会减少 那 弱眼计很糟 哪怕只有一秒我能知道你一样煎熬 哇 他背的这四行字整个一个疼痛文学的概念 整个很疼疼 疼疼 然后 非常棒 因为表现非常的优异 所以说我们 有多优异 有多棒 优异的跟他们的哥哥一样的优异 然后我们要送上周边礼品 就是我们酷狗的周边 谢谢三位的参与 谢谢 是的 谢谢 好 感谢 好 感谢 白头姐妹 然后 可以上市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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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线上的 线上的本事 可以去领钱了 领钱了 不会他们这个通告费比我也高吧 你还有通告费啊 我没有 来 看一下 我们这个线下很热情 那我们线上也非常热闹啊 很多人在通过酷狗直播 刚观看今天的这个 光看 生日会 光看加它的商绕坏 我可能职业生涯就最后一次了 我感觉 天呐 我今天这个整个语言系统 跟我今天这套路很不搭 我是一个大idol的形象 那我直接Q流程了 我可以不接吗 不不不 来吧继续 Going on 来说了啊 接下来是一个 我好像相声演员 我怎么老接话 回答 线上粉丝问题的一个环节 大家呢 就可以通过酷狗直播直播间 然后发送弹幕过来 移到哪里去啊 你上镜真的好 干什么啊 发送弹幕过来 然后我来跟熊子鸡聊天 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啊 看得到私信 有人说你看得到私信吗 我看不 我什么 看得到在这儿 是 这边有一个电视机的 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有人问就是什么时候会有演唱会 演唱会吗 今天我所有的老板都在你们旁边 真的 就是一个粉丝的大热情就能促成这件事情 有在敲 最近在敲那个 是吧 就是梅塞德斯那个场地的问题 对 一直排不上这个档期 就主要是我老板还在给我雇那个 雇演员坐在下面看 他说给我拉个二十车人 拉人 拉人 再看下一个说 可不可以唱粤语歌 想听你唱广东歌刚才 广东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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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将写 对 然后还有下一个说 新系什么时候上 月底吧 月底 月底 月底就会上 月底就会上 有盖到这个信息量 就是一个太好看了 这个戏真的 能不能翻红就靠这部戏了 朋友们 所以这部戏的名字叫 燃烧吧 废柴 我看到已经有人开始预定了 对不对 预定 一个预定的动作 预约了 好几卡车的人正在预定那个剧 要在月末的时候 所以今天大家有改到这个信息 这个当红小花来了 苏北老师 欢迎陈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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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亲爱的柠檬精 里边这个苏北的饰演者 饰演者 苏北老师老匆忙了 包还没卸下 整个背着包再看 是不是会 真的是 太意思疯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线上的各位朋友们 也可以继续啊 继续发送弹幕 有什么问题 想问熊老师的话呢 我们待会还有环节可以来回答 天哪我们两个被这个东西好油啊拍出来 我本来不觉得的 你一说我真的觉得自己整个油光发亮 那接下来是新歌的一个首唱的动作了 有没有在期待 突然就要唱新歌了 词背好了吗 都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今天在彩排的时候有听到一耳朵 我当时我就说真的非常好听 听到了一个耳朵 这是左边的耳朵 右边耳朵给他屏蔽 这样吧 接下来到线下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我们又要来 又要来干什么呢 又要来玩游戏了 所以我们又要来抽选了 工作人员上来 我们要抽四位粉丝 一起玩游戏 又来了 抽数字 我真的有强迫症 每次就一定要拿一种颜色 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 光芒是不可让 拥有你自己最深浪的光 我希望你最深度真诚 相分的人情 希望他抽到几号啊 OK 来 37号 37号吗 OK 44号 44号 被抽到的粉丝就 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到我们台上来 21号 21号 37 44 21对不对 33 33号 37 44 21 33 来我们到台上来 老大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这一轮会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就是一个gaming的过程 gaming gaming 来到台上来吧 这组那个价钱弹的比较快 上来的就很很迅速 因为上一轮之后合同已经拟好了 马上签 当场签 我们也是像刚才那样战 然后 怎么了 还有一位 在这里 嗨老 好了 是 一整个是有在嫉妒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这种 真的很嫉妒很羡慕 那我们待会还有游戏环节 全是熟人 这一批 全是熟人 都有在认识 就在线下的活动经常遇到的各位粉丝 天哪 米扬给我刷这个就是那个发际线粉 化了 整个被大家的热情融化了发际线 那我们来说一下 接下来这个游戏是怎么玩呢 现在这个游戏呢叫做奇妙的默契 就是一个默契大考验的概念 五分钟当中呢要答对六题以上 你画我猜 熊老师来比划 然后粉丝来猜 你们是组团哦 组团一起回答 如果答对了的话呢 就是知道了的话呢 就喊出来好吗 OK 行 那我们要计时哦 然后你看得见吗 那个工作人员在那里 我当然 我看得到有个人在那 这位是醉醉女士 来 如果做好准备的话呢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准备倒计时五分钟答对六题以上 到时候你说停好不好 应该用不了五分钟吧 我觉得 真的有在厉害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可以说话吗我 笔划呀 笔划呀 笔划 笔划 下一个 下一个 二七 是的 是的 这题的意义是什么 一首歌 星星星星 那个一个歌 五娘 是的 现在几题了 五题了 然后现在是一个四个字的 就是我没有的那个东西 偶像包袱 是的 偶像包袱 是的 六题了吗已经 六题了 答对六题了还要再玩吗 还是就 最 不能就那个 继续玩 创造101 你 后面 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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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六个字 给台下集的呀 创三的歌 对 是的 OK 是的 我们进行到了一个没提的状况 提都给你们弄完了 答完了 好了 那我们就归位吧 然后各位 粉丝可以获得的是 酷狗的周边一个 对 坐在这干嘛 来来来 吸引眼球吗你 来来来 有熊老师亲自颁发的一个 小奖品 酷狗的周边 酷小狗 恭喜 恭喜各位获奖的嘉宾 OK 好的 谢谢 谢谢四位粉丝 这结束了 不是五分钟的吗 谁能料到就是 就是这么的有默 默契啊 这太有默契了 然后 我们接下来是跟 线上的粉丝的一个互动 就之前 在线上 哪条线上 电话线 走钢锁的人 新型线 好的 真的 那接下来进入这个环节呢 叫做奇妙作业本 因为节目组之前是有向微博 征集了许多粉丝想看你完成的作业 哦好 然后呢我们就会抽选一下 所以是一个现场写作业的动作 做高速题 做高速题 现场做题的一个概念 来吧 来 现在是一到二十四当中抽三个数字 三 三 三 好 先看三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三 这个 X小什么什么 说 像熊子奇东北话 朗诵文章 或者是现场来一首情诗 情诗 情诗 是哪一种诗 对 详情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络上面去搜索熊子奇的在别康乔 啊 那个真的没排演过 然后现在不会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不能走老路 我们得走走一些新的动态 我们换四号题吧 换四号题 来看一下 他的小跟班 QXZ说 期待熊哥跳极乐劲 详情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索 今天的作为本整个都有详情 真的是 是 因为就是大家其实一直有在发你的各种动态 各种采访什么的 是 再来抽一题好了 五 五 他 他没电了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问题吧 问题好 KK要去见熊子奇 他说 想看你唱跳rap可以有吗 粤语歌英文歌可以拥有吗 那我找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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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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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其实唱跳rap 我觉得他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而且平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 没少给大家唱粤语歌 是的呀 是吧 是的呀 平时的 没有唱过粤语歌吗 每次都是穿那么几句 没有唱粤语 确实是 对呀 那真的不会呀 但是可以有吗 可以 我可以发一个粤语歌 哇 行吧 没录那个咱就给他唱成粤语的吧 就这么决定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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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做主了已经 可以的 马上 做了小主了 做了小主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我们酷狗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的一些问题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一个工作的手机 工作人员的朋友说我没问题 一整个大发问 赶紧 来 三个问题 我们回答三个问题 酷狗的 来 截图了是吧 截图了 截图了 谢谢 因为弹幕太多了看不过来 这位朋友说了 刚才听了新歌非常好听 新歌什么时候出 我不知道呀 什么时候出啊 不太确定 6月中旬 暂定6月中旬 这首哭着笑就会上线了 其实真的很快乐 马上就会出 很快乐 很快乐 出的太快乐 然后这位降作 批小评问 小主奇什么时候脱单 其实我身边有一对哪怕都行 全是单身 你知道吗 这帮人 充满了单身的气场 那所以你们有脱单吗 这确实是有这样的气场 对 就我们当中谁要是谈恋爱了 就是会被团队排挤 去鄙视那种 好 这个问题呢 截的确实着实让人不知道 主卫兵在什么地方 独爱这个熊子奇啊 她说什么时候 亲爱的柠檬金的苏北的直播盒 于一节的 问题呢 问题呢 问题 着实是看不到这个主卫兵 太神奇了 那这样吧 我们这一趴就先留一留 下一趴我们多回答一个好不好 好的 工作人员麻烦解一个有主卫兵的体好不好 主卫兵 但是不知道 好了 那我们这趴就差不多了 那各位线上的粉丝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啊 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发弹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在下一趴可以多抽一个问题来回答 发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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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又要唱歌了 但这首歌可能需要大家配合一下 因为是一个大合唱的概念 一整个很在知道是什么事情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在微博发起了一个一起大合唱的活动 所以 你们发现好多活动呀 你不知道吗 I don't know 但是一整个要唱了 因为看到说呢 像粉丝征集了 就是最想和熊子琦一起合唱的曲目 这首歌的呼声是最高的 是热评第一 它就是光 哇 这个也是一个知名作词人做的作品 对 也是你填词的作品 对不对 填了 填了的 一个大填词的状态 状态 那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首歌的歌词吧 因为是他自己填的 肯定背得很熟 那我们待会就进行一个大合唱的环节 同时呢 希望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声光电的配合 一个多媒体互动 大家呀 拿出自己的手机 就是待会在副歌的时候呢 点亮手机的闪光灯 一起挥舞一下 为他制造一片心海 好吗 好的 我们用星光照亮他 那接下来 把舞台交给熊子琦 Ander 现场的小幻熊们 一起带来这首 光 我又尽早了 哈哈哈哈 他还没开始 来了 3 2 1 黑暗中追上的光 依然无微的亮亮 我 才不想谁的做到 跟随自己的想象 我 很重 尺寸的迷惘 就把自己投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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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一無反顧的循環 每當我就不渴望 盡算所有的尋尚 就算耀眼的光芒 我只能一無反顧的循環 就不渴望 盡算所有的循環 就算耀眼的光芒 我只能一無反顧的循環 每當我就不渴望 盡算所有的尋尚 就算耀眼的光芒 我只能一無反顧的循環 這個多媒體聲光電的互動 整個太棒了吧 特別棒 我覺得就在看這個現場的時候 就想到一句話 我寫滿天星辰以贈你 卻決滿天星辰不及你 哇 就是非常棒的感覺 所以我們給紫棋鼓鼓掌 也給自己鼓鼓掌好嗎 剛才的一個配合非常棒 非常好 既然這麼棒 我們繼續玩遊戲 好不好 Liver 來吧 來吧 Liver 來 我們玩遊戲了 來抽數字 有請工作人員 來 還是四位 可以請四個粉絲 小風扇 上面真的很熱 這個熱風扇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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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聽到自己的號碼的話 就可以到台後面來準備哦 五號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九打車走了 一個大激動 四十 四十 好了 四位粉絲集齊集合完畢的話呢 就可以到台上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遊戲環節 來吧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來玩一個接力加字的遊戲哦 也是考驗大家的反應力 對 跟著工作人員的指示到我們的台前來 好 四位粉絲 幸運的粉絲 有在羨慕嗎 羨慕的話給他們鼓掌 來來來來來 來到台前來 嘿嘿 歡迎 嗨嗨 我們到那邊 對 我們稍微的有一些些的偏台 來 好 我好像一個交通血管員 我現在 你好 你好 你們好 你們好 嗨 哈囉 哈囉 那我來說遊戲 一個遊戲的規則 一起接力玩加字遊戲 那這個遊戲是這樣子的 我們會有一些基礎的句子 比如說開頭是我在這兒 然後大家依次每個人加一個字 誰加不下去了就輸了 要接受一個懲罰 如果是紫棋 接不下去了 就模仿一個表情包 真的好多年沒有人給我叫過紫棋了 好嚇人啊 不是 丟了這個名字 我也很驚訝 因為台本上這麼寫了 真的嗎 真的 OK吧 OK 然後 如果說是粉絲輸了的話呢 就要唱一段 小唱一段熊老師的歌 好嗎 這個應該都不算懲罰吧 這是一個魔鬼級的懲罰 來 如果說在接字的過程當中 超過三秒沒有接出來 就直接判定輸了好嗎 好 那從熊老師開始 第一個詞是我在這 我在這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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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不通順 我在這裡嗎 往後加 往後加 我在這兒嗎 牙 來 這個好像要懲罰了 好像有點混不過去了 來唱歌吧 沒事啦 我們就是一個小試煉 後面還有幾題 來 來唱一段歌 一個熊 熊子奇音樂小課堂 可能馬上就要上演了 是唱熊老師的歌嗎 嗯 或者也可以唱我的歌 我也沒有歌可以唱 要加錢 要加錢 那我走 我走 來吧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好嗎 哇 因為 因為在愛豆面前唱他的歌 確實是一件蠻需要勇氣的事情 愛豆在哪 愛豆 愛豆在這裡 我是鐵嶺的 頂級愛豆 OK 好 說愛你該用鑽養的 我跑掉 不好意思 沒有很浪漫 但是聽出來是什麼歌了 我覺得很棒的 哪一首啊 哈哈 聽出來了 挺好的 挺好 不跑掉 對啊 是好聽的 來吧 就再唱一小句就好 掌聲鼓勵一下 愛你該用這樣的語氣 偶偶答應自己不能出去 這份喜歡全節的小鋒戲 我一個人只好就可以 我還有這麼快智人口的歌曲呢 天啊 天啊 我以為我的歌都很冷門 整個有在大熱門和大快智 然後 哈哈哈哈 我剛以為是一個人沒有想到來了一個合唱團 很棒 很棒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句子是 我愛熊子齊 從我愛熊子齊開始加 我愛熊子齊嗎 你有沒有想過你老這麼加他永遠卡在那兒 我愛熊子齊嗎 是 我愛熊子齊嗎 好 來 好的 來 加油 我愛熊子齊嗎 是 嗯 下一位 的 我愛熊子齊嗎 是的 太棒了 有在聰明 下一個 話筒 是的 是的 下一個 什麼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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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大家都鑽研在這個語氣詞上了耶 我愛熊子齊嗎 是的 是的 好吧 是的 然後 繼續 結果他今天唱的比你多多 給他點鼓勵 來 加油 也可以給他點提示 好不好 我愛熊子齊嗎 是的 我愛熊子齊嗎 我愛熊子齊嗎 好 可以 下一個 我愛熊子齊 也是猛了 太好笑 我應該轉行 我去當一個投口秀演員 一個太好笑了 來 下一個 哎呀哈 哎呀哈 我愛熊子嗎 哎呀哈 然後語氣詞快又完了 沒有要完整的連起來啦 這個遊戲不是應該加在這個句子中間嗎 其實 對吧 哦 你看看 那整個 那整個 要不我們換一句重新來好不好 整個一個大裏屁 大裏屁 大裏屁 那下一句 下一個基礎句要不你來定吧 就從哪兒開始 哪一個句子 我定不出來 定不出來 嗯 定不出來 今天是熊子齊的生日這一句 可以嗎 我定的那句就是我定不出來 哦 你定不出來 對不起 哦 哦 sorry 天哪 你沒有跟上我的單方 我沒有跟上 天哪 我整個要加速 你整個大拖拍 來拖拍來開始 我定不出來 我也定不出來 我更定不出來 你沒有在他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加 要加 要加 我也定不出來呢 我也定不出來呢 我也 cena 我也真的定不出來呢 你加了兩個字 我 我們也真的定不出來 我們也真的就定不出來 真的就定不出來 下一個 我們也真的真的定不出來 把秀總 哦不對 沒完了 沒完了 我们也真的就 我们也真的 我们也真 真的就 什么玩儿 定不出来 我们也 真的就定不出来 你完整的好不好 我们也真的 要不惩罚你吧 我们想那个 不然熊老师一个打车走的动作 一个 又是一个大唱歌的 动作 来唱一首 熊老师的歌 醉醉的约定 约定啥了 好了 看秋夜随风飘 停下船在喧闹 你真 很好 很好 很棒 而且没排练过大家 连那个阿欧都很整齐 快智人口 你懂吗 大快智歌曲 大快智歌曲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表现 华语舞强 华语舞强 小浣熊 非常棒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四位粉丝 然后他们 也可以获得 由熊子齐亲自颁发的 酷狗周边 酷小走一个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这都瘦了 好久不见 整个唱歌的开关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跳舞了 不是说一个唱跳歌曲吗 唱跳rap 没有了 没有了 小小的给大家放一些 这个小福利和小彩蛋 因为大家 今天刚才唱歌的功力呀 还有这个唱歌的开关 我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大唱一首歌了 要大唱歌了 我们要大唱歌 不是你唱歌 是大家唱给你听 真的吗 所以知道是什么歌了吗 生日 记得自己生日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给熊老师过生日了 然后我看到很多小焕熊 头上都有戴这个Dylan 对不对 很酷耶 这个东西 好好看喔 头上大家都戴点绿的 那个感觉很好 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这个字体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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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你是亲手的书写的 而且你看每一个都举一个那个熊 然后就感觉动物园的概念 哇 真的 一整个大动物园 然后大家把那个Dylan都戴在头上好吗 对 有戴不下的吗 也不能说对不对 然后大家 还有戴不下的 来吧 这个 给我吧 给我吧 来吧 哇 熊老师也在头上点亮了这个绿色 非常好 然后大家对吧 这个 我现在在拍的这个戏里边 就很绿 就很绿 是一个被绿的角色 新戏是不是 好 有一点小小的信息量 我们准备开始唱生日快乐歌了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然后把这个生日的蛋糕推上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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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完成许愿这个动作吗 刚才有在许愿吗 有在许愿 有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愿望 说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好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愿望吗 因为有些愿望是可以留在心 许了一个愿望 就许了一个愿望 就许了一个愿望 那是能说出来的愿望吗 大红大死 好的 让我们祝兄弟 大红 有人在大红大死 我的这个大红大死 不是我自己大红大死 每个人在生活中 在你的人生中 都是大红大死 就是绽放自己的光芒 做自己的女王 是不可挡 就是快乐就完事 对吧 没错 不要有太高的这个要求 我们来一个大合影 因为大家现在整齐画一头上 大合影的概念 对 我们来转向 摄影师麻烦上台 我们来转向拍一个合影 我去蛋糕上写的是 生日大快乐 要不要给大家留十秒钟补补妆和那个口红什么的 会挡到吗 会看见吗 来 我们 准备好pose 熊子琪 生日快乐 那再来一遍英文的吧 迪伦兄 生日快乐 整个腹肌都拍出来 OK啦 是 刚才那趴是整个生日会运动量最大的那一趴吧 是 对 是 就整个有在hold一个好看的pose出来 今天跟熊子琪一起过生日开个开心 开心 开心 我也挺开心 对 是不是 对 不是一个爱过生日的人 但是 因为有了你们有了这个仪式嘛 就觉得还是得过一下 就是一个粉丝聚会的概念 就是跟大家在一块过一个生日 而且我觉得就还蛮有纪念意义的 2021年的6月6号 真的是 好多人就是这几年过生应该都在 对吧 对对对 哇 这个情绪上来了 接下来要进行一个真心话的环节 并没有 并没有 最近走的是一个快乐的人生 快乐的情绪也可以 所以那接下来是 呃 奇妙的真心话 我们是 请四位粉丝 上来说说自己想对熊老师说的话 你们是对四有什么执念吗 我i don't know 但是 哎呀 OK吧 来吧 抽四位粉丝 因为我 来 希望熊老师抽到数字几 来 第一位是 第一位是 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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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是 九十 九十 第三位 八十 怎么这么大呀 可以给他调一调 倒一倒 一个海洋球的概念 来 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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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粉丝 朋友们 跟随工作人员的手势到台口 到台口 然后 可以酝酿一下自己有什么真心话 想对熊老师来表白 因为我看到其实 不管是在微博上啊 微博超话上啊 还有每次熊老师 走音都有很多人 就是很多话想要对熊老师说 那今天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可以面对面的把心里的一些话告诉熊老师啊 来我们四位幸运的粉丝上台吧 有请 来 到台上来 哈喽哈喽 欢迎光临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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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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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哇 那我们这样吧 先 在表白的时候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课诗可以是 嗨我是谁谁 你可以讲一下自己的ID 然后 说说自己喜欢熊老师多久了 然后表白一下自己的真心话 自爆 自爆加门啊 我是狼人 那我们从第一位黑衣服的妹妹开始吧 我是一个帅哥 可能大家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我 我也不用报ID了吧 我就只希望周第一次见熊老师 我 我希望熊老师以后好好的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希望真的大红大紫 谢谢 哇 谢谢 嗯 非常棒 熊老师你好 我是那个一直在加班的小阿姨 今天终于 能来到你的生日会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加班你的生日会 特别的激动 然后我 我希望你以后能一直这么快乐下去 这么阳光下去 也希望你能大红大紫 谢谢 熊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南京的 然后我也不报微博ID了 然后我喜欢你四年 就是因为唐一白认识你 然后就是我也希望你一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的 我很紧张 然后呢有很多话 我写了信 我希望你都会能给你 可以 然后就是希望你能一直快乐下去 加油 你也是 你也是 是 来 往前一步 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自带风扇 一整个很全套的概念 感觉来参观他的 熊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妈妈粉 然后也是一个新粉 妈妈好 妈妈 喜欢你不到两年 谢谢 谢谢 然后我有个女儿 名字小明也叫奇奇 很荣幸 没有什么过多想说 就是有点激动 然后希望以后你的璀璨之路吧 我们能与你一直一路一起 然后事不可打的你 永远是我们的熊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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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些 因为可能大家平时在网上啊 或者是每次给熊老师写信的时候 都有一大堆的话要说 但真的要面对 面对偶像的时候会觉得 到底从何说起呢 但是这个人其实是 我在一直追逐的一道光 然后谢谢四位粉丝的真心话大分享 然后也是可以获得熊老师亲自颁发的 酷狗的桌边 酷小狗一个 来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教室休息在台下 对 然后 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小浣熊们 因为 因为 因为今天在线上 我们现在在现场的各位小浣熊都是很幸运的嘛 然后可能有很多 在默默关注着熊老师的小浣熊 正在看直播 所以 熊老师要不要对着镜头 就是跟 各位线上线下的粉丝朋友们 进行一个大告白的动作 就是 嘿 线上线下的朋友们你们好 到底是哪条线啦 这是一个非常坦诚 然后非常 重要的一点就是 能够今天站在这儿来进行这项事业 真的是因为你们 真的是因为你们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 马上早就改行 真的是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现在 哎呀 每次不想 不想在从事这个的时候 然后一想一想 没不可能 最近是一个快乐的人设 然后就会回来了 其实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上的这个 成就感的获得 就只有你们 剩下让我能获得成就感的部分 其实非常少 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难过的一点 就是我去做一个别的东西 我可能 去干别的就会很快的 你会有一个 进阶的一个阶段 你会有一个展现 所以就是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坚持呗 你像今天有这么多 可人儿来这儿 对吧 动潮人和可人儿 对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有人喜欢听我唱歌 那我就唱 对吧 我就继续唱 有人喜欢看我演戏 我就继续拍 行 就是努力 然后就是早日唱进这个梅奔 说了两年了这事 一定得实现这个就是 对 那这样吧 我 这样吧 我在这个现场加一个小环节 就是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然后你们有什么想对熊老师喊的 就在这个十秒钟的时间里 进行一个大告白好吗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好了 大家其实 也是非常的严简易改 十秒钟的时间非常短 但是有很多的真心的告白和喜欢 是说不尽的 因为我觉得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 因为粉丝很像太阳很像月亮 因为它是那么的闪耀 就是当你在行走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 卡财了 当你在行走的时候 没有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什么感触吗 什么感触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粉丝 这都是我的客户 你知道就是我回去我自己拍拍戏 然后我就是交给客户的一个动作 然后你说你唱个歌 到时候也得让客户来检验 所以客户打个分呗 100分 100分 一个满分好评 请大家打分 满意 十分满意 非常非常满意 是的 真不容易 你说这出道这么老经历 然后还是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你在这些年里面 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也就是在做到大家的期待 是吧 那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陪熊老师 走更长更远的路 然后他也会给大家不断的带来惊喜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又要做作业了 熊老师 做作业了 你的客户提出了要求 来吧 来上客户的 客户的作业本 来熊老师做题 一个做题 你的小风扇先请下去一下 没事 来抽题吧 就是那些数字 或者说你看一下 在作业本当中 抽三个完成好了 天哪 嗯 挑战闽南语 挑战闽南语 闽南语 闽南语是 呀 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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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那个 让我走回头 呀 让我几根 几根 爱拼才会赢嘛 那个 爱拼 算了 哈哈哈 请用上海话读一读下面的绕口链 咋读啊 庙里一只猫 庙外一只猫 庙里猫咬 庙外猫 庙外猫 庙外猫咬 庙里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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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外猫 庙里猫 庙外猫 哈森林 角度得老难看了吧 这么看人 得老丑了 小这么看 妙丽 刚才完成度还可以吧 刚才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选了一个整个在用上额发音的绕口令 上额 上额发音的一个绕口令 那再选一个呗 那一张呢 在这儿 哎呀 哎呀 这都太难了 什么体啊难成这样 真的难 展示一个他从来都没展示过的技能吧 就是真的是非常玄学的一个体 啥技能 啥技能 比如说打游戏的技能吗 放一个技能在这里 闪现 你这是刚人刚做完做完 刚过完生日直接给人家做那么难的题 你整个 哎老想看书你知道吧这个 真的你过完生日明天去高考 做完这些题 行了 好了 行 好 这个作业本整个藏起来 还是必须要做是吗 再做一题吧好不好 平时想多看看日常 想听寻歌唠唠歌 唠 唠 好 反正关注各种 关注微博 关注抖音 就可以随时的唠一下 唠音 唠音 反正就是快乐 未来十年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就对了 努力努力 就是一整个大快乐 正常工作 就是让各位客 就是顾客满意 对吧 让各位顾客满意正常工作 是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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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早日入围白玉兰吗 对对对 可以哦 再往那个路线上奏了一下 加油 白玉兰是地 恭喜熊子季 好了 我们这个作业已经做完了 那第二轮的作业本就到这里了 好的 那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生日会啊 差不多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嗯 是不是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就是 好像只过了一分钟一样 那种感觉 对不对 真的一个半小时了 对的 一个半小时了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的气场很合 所以整个会感觉 这个时间仿佛是一个时空隧道一样 搜一下就过去了 那我搜一下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跟粉丝见面 对吧 是 然后因为明天是高考 对 有很多粉丝我看到了 他说 因为明天是高考 所以今天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来到这个现场 所以有什么话想要送给 明天要高考的各位粉丝朋友吗 就是高考的朋友们 中考的朋友们超水平发挥 嗯 就OK 超水平发挥 我高考就考试了我人生最好的水平 真的是 是 作为一个高考过的过来人 送给粉丝们一些小小的建议 就放松 放松 然后就自己想把它全写满就行了 都填满就行 只要不行填你的歌词 那不行 那不行 我最喜欢的歌手 熊子奇的歌词里面 我真的写了那么一句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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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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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分做过 满分 是不是 对 好的 那我们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 今天生日会差不多就要在 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了 是 呃 希望未来的现象活动 都能看到大家好吗 我们一起 嗯 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哦 还有三分钟 多出来三分钟 聊聊天吧 跟大家 可以聊聊天 要不这样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近期拍戏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戏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很久没有饰演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们懂吧 就这个角色非常鲜活 而不是一个之前演的那种假人 假人 演了个机器人啊 没有 对对这次的这次非常的走心 然后 我非常的认真的在准备这个 我觉得 一定是我改变 戏录的一个东西 是 所以可以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戏吗 这是一部就是家里面有几个 三兄弟 三兄弟跟一个爸爸的生活的故事 然后还有一个二嫂 二嫂从小把我养大 对 然后之间发生了很多 那种吵架的呀 欢乐的呀 就是家庭的琐事对吧 就是家长一短 对非常好看 是自己有在一直期待的一个角色 有血有肉 然后这次的像我们的马进导演呀 然后我们的 贾乃亮哥哥 郭晶飞哥哥 谭卓姐姐 都是我最想合作的一帮人 不能再讲了 不能再讲了 但是我们整个有收获到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未来的计划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未来的计划 对 未来的工作 聚也好 或者 就是坚持的 坚持着 坚持着 然后 没事见个面 对 跟大家 然后 后来看我的时候就正常生活就行 对 还有一分钟 有空常见面 对不对 一分钟 对 然后其实 今天有很多粉丝 也有很多广东的粉丝 他们其实也很想来到现场嘛 对 然后 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就是在家里好好待一点 注意安全 防控疫情要做好 大家要保持身体健康 然后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然后今天也是 非常感谢各位粉丝们的到来 真的非常的感谢 就是 无以为报 我不知道是拿什么的 真的感谢 就是可能我们是上辈子的缘分 你们懂 手受伤了 是吗 但是今天看完这个现场以后 手受伤但是治愈了 对不对 治愈了 哎呀 熊子齐的现场啥都能治好 一个大治愈的动作 你看来了之后又听了歌 又看了脱口秀 看了小皮 看了二人传 真的是一台 精彩丰臣 非常 精彩丰臣 非常精彩丰臣 精彩丰臣 非常精彩的生日会 好了我们是要到时间了是吗 对我们要到时间了 我最后 跟大家说一个再见吧 要跟线上的朋友们 say goodbye 对没错了 线上的朋友们再见了 因为我们这边是酷狗的首唱会 所以希望紫棋多多发歌 希望熊老师多多发歌 然后多多来这个直播间做客 那今天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所有的小欢兄们 谢谢熊老师 也欢迎各位粉丝朋友们关注 酷狗直播官方微博 截图或者是录屏今晚的直播 发到熊子奇的超话 并带上话题 酷狗首唱会来抽取熊子奇的签名照 我们下次下会 谢谢 谢谢 一个大感谢的概念 感谢 感谢 真的感谢 努力地记住你们每个人的脸 然后回去扒你们的微博对号 好的 谢谢熊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感谢 感谢 然后注意安全 口罩戴好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